叶冲 叶冲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这是 李超来了 伯母 妈 我哥他在家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找我干吗 怎么了 昨晚上去哪儿了 昨天晚上跟你们庆祝完我就去 去找朋友了 完了我就回来 回来睡觉了 干吗 睡觉了是吧 能不能打个淘宝 干什么 好 这是去哪儿了啊 你偷着东西的啊 你给你偷东西的 你老实交代 你老实交代你 干吗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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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呀 你偷就偷别人 干吗偷自己人呢 吃里扒烂呀你 李超 对不起啊 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不是那么回事 你别生气 不是那么回事 明初 我错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初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对什么东西你就偷啊 因为 因为 给钱 给钱 给钱你就这么做 不是 是 一开始 只是让我去打听你们那个项目 成功没有 就给钱 后来 他们让我去偷 我要是不去偷的话 他们就逼我还钱 可是那钱我已经花完了 我还不了钱 我 我只能去偷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偷心理学做出来的东西 谁让你这么干的 谁支持你的 夏强 就 偷 偷 偷来了 再给溜完 夏强是你偷的 我说叶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明初 你这个人怎么 真是不做白色鱿鱼 真是不做白色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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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她是一个亿 多少 一个亿 一个亿 妈 一个亿的东西踏踏六万六 恐怖 她是个王八蛋的 你什么都别说了 走 你给我当冠局 你给我当冠局 你拿什么才 本着 她拿什么才 你不能走 你别给我妈了 你不能走 朝哥 你也看到了 现在彭达集团那边 她是死不承认 那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 去抓夏强那个人 算了 最后关起来的只会是夜中 那关她也没有办法了 你看我讹她活了二十几年 依然是这个样子 也该让她受点教训 我认识她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她们绝对不会承认 绝对会说自己没有拿 没用的 没用的 那我们就只能这样了吗 好 超哥 超哥 你在吗 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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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是不舒服吗 我跟你说是你啊 别乱动 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坐 没事吧 要不然我们去医院吧 这样不行的 不用不用 我睡会儿就好了 你吃饭了没有 我帮你做点东西 吃点东西好不好 我屋里都难受 什么也吃不下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反正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好吧 我特别困 特别困 那你睡吧 我不打扰你了 我不打扰你了 这不是我的发卡吗 怎么会在这儿 她为什么这么傻 一直把我放在心里 以她的条件 随时都可以找到更好的 好 难道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吗 你超这小子她怨恨我啊 现在不管给予多大的理由 她都不会投靠我 想来想去啊 只有叶明珠啊 她必须要把她弄到手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恐怕是做不到的 叶明珠不会再回到咱们公司了 想点办法 是 该想的该说的该做的 我都已经做过了 没用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让他们的工厂 立即停工 那就得用最狠毒的办法 实在不行啊 我们还得用点非常规的 受得了 怎么样 味道还好吧 不错 味道好极了 这可是我喝过的粥里都很好喝的 又在吹牛 本性难改啊 真的好喝 小超 爷爷 您怎么来了 爷爷 对不起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心情技术 被人偷走 我们的心情技术 被人偷走 我们的心情 也会有什么 我们的心情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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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董事长 叶小姐来了 进来 什么事啊 叶小姐 您让我去李超的工厂工作 帮助李爷爷研发项目 这就是您的目的吗 你说什么 暗中跟踪这个项目 等到研发成功之后 再不择手段地把它抢过来 是这样吗 我昨天不是跟你收过了吗 这件事跟我毫无相关 听说你向一行施压 逼迫李超偿还工厂的贷款 那这又怎么回事呢 而且还抢先注册了 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 难道说这一切的一切 都跟你没有任何半点关系吗 你自己想想看 我摧毁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厂 对我来说我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再说我又不是银行行长 我怎么命令银行去催贷款啊 虽然您否认这一切 虽然您否认这一切 但是如果这些都是事实的话 请你住手吧 请你放过李超 弘达集团这么大一个公司 怎么能对一个小小的工厂 下如此狠手呢 不是 你怎么那么 那么清净谣言呢 要不这样好了 你过来帮我 董事长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你的资质啊 我是完全认可的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就给你安排 技术开发部的部长 把你的心也给带回来 就在自己的公司 研发电机设备 怎么样 董事长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我的 但是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把您当作是最尊敬的人 而且视您为偶像 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可以进入彭达工作 这就是我的梦想 我引以为傲 如果说 这一切都是您背后操纵的话 那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那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看样子都好了嘛 很精神啊 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我不小心找到的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傻 可是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总是想着向你靠近 让我思念十几年的人 就在我的面前 就在 超哥 我刚刚结束了一段 跟小蕾的感情 不是那么快就容易忘记的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可是我相信 超哥 真的谢谢你 可以在我的身边帮助我 照顾我 可是你也知道 有的时候 感情这种事情挺脆弱的 我不希望再一次受到伤害 如果说 重蹈覆辙的话 那恐怕我的内心真的会崩溃 这个我知道 明珠 请你相信我 我是绝不会伤害你的 绝对不会 我相信你 我是对我自己没有自信 我担心的是 将来的有一天 万一 我是说万一我喜欢上你的话 那真的是我 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个现实 我觉得你很优秀 也很棒 所以说 你应该找一个适合你的伴侣 他应该是非常地优秀 架势也好 跟你非常地匹配 而不是像我这种 什么都没有 明珠 你说的这些 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 你就是最好的 曾经有人也是这么说过的 可是结果还不是一样 超哥 其实我觉得 只要在我受伤的时候 你可以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给我鼓励 给我安慰 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 给我伸出双手 给我帮助 当我在工作的时候 取得了一点成就 我也希望你可以像同事一样 跟我一起分享我的喜悦 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够了 这样子我真的就很满足了 但如果说 越过这条线的话 恐怕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再见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越过这条线的话 恐怕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再见面了 你 你拿这干吗 这是明珠的 留个纪念 小蕾 我走了啊 几年以后再见 我走了 你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大侠 明镜大侠 你快来 这有好多鱼呢 等着我啊 你看 有好多鱼呢 这么多鱼呢 真厉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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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